希望國家往前走 怎麼辦 來跟著媽祖做回救台灣 對 沒有錯 那麼我個人非常這個尊敬 跟喜歡這個拱天宮的白沙屯媽祖 因為他非常有個性 那麼這一次呢 白沙屯媽祖的報名人數 179971個人 這個報名人數很有意思 各位 你左邊唸 右邊唸 都是一樣 179971 真的太有意思了 那麼除此之外 那麼我們之前有一個社會新聞 就是彰化不是有三個姐弟嗎 平常是一個阿伯 去等於接他們 接送他們 結果那天阿伯眼睛不舒服 結果他們三個姐弟走走走 被一個沒有駕照的一個 也是一個老伯 撞到了以後受傷 尤其是這個姐姐妹妹 非常嚴重 那他們呢 他們之前常常多 他的姑婆 那麼這個等於說 多次去跟白沙屯媽祖 去祈求等等 現在還好 姐姐跟妹妹呢 目前脫離險境 希望呢 那麼希望 因為他們三個姐弟都是以前的 香燈角 香燈角就是信徒跟著走的這個香燈角 那麼希望白沙屯媽祖能夠保佑 這對姐妹呢 趕快趕快 身體能夠健康痊癒就對了 昨天本節目裡面有講到那個奇蹟對不對 但是其實啊 裡面有更深的一個含義 為什麼呢 不是有講到一個媽媽帶著一個 腦性萎縮的那個孩子嘛 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結果呢 在繞進過程當中 白沙屯媽祖特別來 然後呢 加持他 用他的神叫加持他嘛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是什麼 不是單純託夢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連續七年都到 那個拱天宮去 在白沙屯媽祖 這個等於說要開始繞進之前 都會來的這個 在彰化社頭的這個老闆 他是在白沙屯媽祖 經過彰化社頭的隔天 夢到白沙屯媽祖跟他託夢 但問題是 他在白沙屯媽祖在夢裡面呢 是指著 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小孩 指著他跟他說 你要幫助他們 是這樣來的 但問題是沒有 他醒來 又不知道這對母子是誰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怎麼辦呢 他趕快去調 趕快去查 不是都有那個 相關的那個直播啦 還有一些影帶嘛 被他發現 這真的有在這個社頭 這個地方真的有這對母子 而且就是我夢中所拖的 所以後來短轉透過了 當地的這個代表 才去找到對著母子 還把這個相關的醫藥費 都有我負責 這個小朋友現在去上幼稚園了 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的 那在去年他抵達 白沙屯媽祖在抵達 朝天宮的時候 現場直播 網路直播 出現這個所謂的 粉紅色的相關的光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粉紅超跑嘛 有的人會說 這個相關的這個可能是 你拍照的時候 還是錄影的時候的一些光線 但大家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對宗教來講對不對 那麼任何一個 大家認為有神機可能的 還是持光普照呢 包括這個當時粉紅超跑呢 叫頂又出現白霧啦 霧光這樣的流行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開心啊 那麼事實上 白山輪媽祖最讓人家覺得 這個折折稱奇的是 他有很多的神機 我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釋 我親眼看到的一個畫面是什麼 白山輪媽祖的神就這樣過去 在省道就這樣過去 就大家不是都要弄腳嘛 對吧 他就這樣過去 我告訴各位 不管你是這個負責敲鑼的 還是負責扛叫的 就往前走 突然間一爆哭 往旁邊左邊一個巷子裡面進去 我問你他怎麼看得到 我問你他怎麼看得到 如果你說沒有神機的話 我問你怎麼看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有一個媽媽抱一個小孩 在那邊哭啊 他擠不進來擠不過來 結果白山輪媽祖竟然爆哭到那個地方 然後用他的神教去碰這個小朋友 那他在2020年的時候呢 在雲林的時候 當時他的神教準備出發的時候 就有個女生突然間 像縱血一樣啦 尖叫啦 幹什麼 四個大男人都拉不住他 就突然間就出現這個 很奇怪的一個動作就對了 像CSD一樣很重要的動作 這時候暖叫突然間 幾個轉彎 直接後來到這個地方了以後呢 那麼用他神教的這個 相關的碰觸了以後 這個女生那麼再加持兩分半以後 突然間全身昏絕 然後後來送醫 那麼這也是讓人家覺得 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有意思是 白山輪媽祖是軟性媽祖 所以那麼常常要幫她換衣服嘛 對不對 就有一次發生了一件事 你要知道喔 繞境的時候 媽祖是坐在神教裡面 是人抬著她走的嘛 他們發現她的鞋子下面也是髒的 我告訴各位 很難解釋 很難解釋 為什麼 因為我幫你換衣服 幫白山的媽祖換衣服的 包括鞋子都是完全乾淨的 那請問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鞋底啊 出現這個好像走路走去過的 這些神蹟呢 甚至於連衣服上面都會有 類似我們流汗所留下來的這些神蹟啊 所以才讓那麼多的信徒追隨這一位粉紅超跑 所以是真正有來出來文生就苦的 才會留下這樣鞋子的這個痕跡嘛 好 這個到底喔 這個粉紅超跑扛起來是什麼感覺 凱蒂你有這個經驗 有 就是在2022年是我第一年徒步進香 然後就是因為是跟我一起進香的香燈腳 朋友就跟我說 欸 你想不想扛轎子 我說怎麼可能那麼多人 到底要怎麼扛他說只要你想 你夠想你的念力夠想的話 媽祖會讓你扛相信我 然後他說好那你就緊跟著 就是粉紅超跑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已經突破已經倒數 已經回程了 其實我體力已經很累了 然後呢就是沿路就是 跟著媽祖神教跟很緊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累 就是只要有跟過進香的人 回程很快要走很快啊 很快 對 所以你一直有跟上 對 我就一直跟上 他說你就跟緊一點 一定會有機會什麼的 然後呢我就一直跟著跟著跟著跟 跟到已經走到已經一個鏡頭 我已經超級累 我說我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 然後我突然就聽到叫班說 有人 然後我朋友就推我出去 然後我朋友說 他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把我推出去 然後我一推出去 我的肩膀就有那個轎子 那個桿子 就在我身上了 就是他是很不固定的 因為他是突然 叫班人員可能會想要讓你們體驗一下的時候 可是這個完全是沒有時間說 所以你被推出去之後 你就人就在這個 對 我就 就到你肩上了 對 我意識到的時候 轎子已經在我這邊了 然後我就 配合得天衣無縫 對 然後我就 我扛到了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 哇 有一個電流這樣 整個充電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開始走 因為就是他完全沒有要停的意思 他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我想說 天啊 其實這個轎子很重 因為我在看那個叫班人員扛的時候是很輕 就是很像快步走可以跑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很輕啊 可是我一扛下來的時候是超級重 可是我又扛得住 然後就是又有那種電流 就是很神奇的感覺 就是很難以形容 但是我走很長一段路 就是至少有十分鐘 然後我想說我到底怎麼辦到 我其實到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神奇 那你扛完之後 你的人生有什麼不一樣嗎 扛完之後我的人生 其實在第一年的徒步之後 我感受很多信眾給我的感覺 就是滿滿的溫暖 就是會有結膚蝕啊 或結緣啊什麼的 那同時我也認識了 就是一群默默付出的香燈角 那他們小小的組織成一個小團體 叫做勇愛守護 那勇愛守護就代表 媽祖 白沙圖媽祖就是勇 勇字的勇 勇往直前的勇 然後我們要代表媽祖去守護著大家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同一年 就是2022年 就是我第一年的年底的時候 去那個白沙圖媽祖到高雄戰盡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團員裡面就是有一個是高雄人 他就是來組織說 我們要來設立紅毯 然後設立紅毯其實坦白說 粉紅超寶他其實路線 站進路線是固定的 但是他停留是不固定的 他也是很隨機 他想停哪裡就停哪裡這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上一個 上一個紅毯已經 媽祖已經停留過了 可是我們心想沒關係 媽祖有路過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就是給他 你說你們的勇愛台灣 要設一個紅毯就對了 對 我們已經設好一個紅毯 然後不管媽祖會不會停留 在我們這個紅毯 我們都是很感恩 然後很歡迎 然後我們同時也會發服食 或發節約品這樣子 然後其實上一個 才前一個攤位已經停下來 所以媽祖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直在祈求著媽祖說 媽祖你可以停留嗎 然後就像影片講 影片那樣的畫面 媽祖他停在我們的紅毯 停很久 然後已經考慮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全世界都覺得 媽祖不會停留在我們這邊的時候 那個神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神教突然間 叫班人員已經都差不多要往前走 然後突然是被扯回去了 扯到我們的紅毯 而且我們還來不及 來不及去安排媽祖要停哪裡 所以媽祖已經撞破我們那個桌子 很神奇 就直接衝進來 那我們全場就超級 受醜若驚 對 受醜若驚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都在流眼淚 就覺得天啊 媽祖赤福 所以你跟媽祖祖很有緣啦 對 所以你也斗膽 在你身無分為的時候 去求媽祖是不是 是 怎麼求的 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去年底 去年底就是 我想要我人生再多一點進步的空間 因為我是網紅 那我覺得說如果透過我的力量去宣揚媽祖文化或什麼的 我覺得我還要再進修一下 去把我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然後但是我不曉得我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這樣子 那媽祖你可以幫幫我嗎這樣子 但是我就求完之後我也沒有想很多 我就擦擦眼淚然後就離開了 結果很神奇的是隔兩天就突然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說這個有一個業配 然後是跟媽祖聯名款有相關的 你要不要接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說太神奇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當然一定是答應 然後我就覺得 好 那我就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之後呢 又更悬的 再隔兩天之後 又另外一個 也是就是白茶屯 拱天公的授權的 另外一個產品 然後也是指定要找我 那我想說很奇怪 因為其實做網紅有很多圈 但是我不是做負責這種跑廟會的 就是我也不是在廟會是很知名 或是很專注在做這個主題的網紅 那我想說為什麼會廠商會願意挑我 而且剛好就是這麼剛好就是白沙屯媽祖 在廟會的尺寸 是有一個人的 你真的要招臨 這也有一個人的 那一天 就是這樣